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cy 最近是我们加拿大的推税季 相信大家都有在利用自己的免税账户的新额度去做一些投资 那对于做投资这个话题来说 大家关注的当然就是回报率了 可是大家知道吗 从一个长期的投资角度来说 一个可观的回报率并不是靠每天定着大盘投机市场得来的 而是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定期投资 让自己的本金慢慢的复利增长 从而达到一个比较可观的回报率 听到这儿如果对投资感兴趣的朋友们应该会觉得很熟悉了 没错 定期投资加富力增长 正是巴菲特的投资基本原理哦 这个投资大法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也同样适用的 举个例子来说 李小姐今年30岁 想在免税账户内做一些投资 为今后的退休生活早做打算 那根据个人的财务状况呢 李小姐决定每年投资5000元加币 如果我们按保守的8%的回报率来算呢 等到她65岁退休的时候 账户内的投资累计金额可以高达95万加币 那这笔财富呢足够她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生活的晚年了 我们可以详细的分析一下这笔投资 那每年投资5000加币 那35年下来 李小姐一共仅仅投入了17万的本金 平均到每个月就是400加币左右 却可以在她退休的时候呢 拥有将近百万的个人财富 并且您不要忘了 这只是按8%的回报率来算的哦 这就是定投加负利的美丽 其实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 每个月省下四五百并不是难事 但如果可以将这四五百 好好的利用起来做投资 那一定是可以得到惊喜的 欢迎大家来咨询哦